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冬季问答 第二讲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个话题 第一,我们如何在这个冬天里坚持主日的生活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黑暗的时代 中国病毒和西方左祸联合阻断了教会生活 我们可以讲这个黑暗类比于IG的黑暗之灾 但是在黑暗之灾当中呢 神说,唯有以色列家中仍有亮光 以色列家中仍有亮光 这个信息呢,可以平行启示录 第十一章,一到四节 有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 所以我们不能停止主日生活 建议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每一个家庭在主日安排自己合适的崇拜时间 崇拜程序可以分三个板块 首先呢,是末导 认罪祷告 每日一周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认罪祷告 真是更新 相当于主日崇拜的认罪涉罪礼 第二,听到 建议在网上,在我们的频道里呢 听立位纪的课程 或者呢,同时听我们冬季问答 第三个板块呢 就是可以结束的时候 唱一首赞美诗 也可以在网上听一首赞美诗 当然中间啊,可以插入主导文 使徒信经等等 实际上我们都非常地想念大家 想念弟兄姊妹 想念我们的教堂 我们的主胜过了十戒啊 祂也必要回来 所以我们相信黑暗一定会过去 我们一定能够重逢在教堂 威艳在这样的日子里面 每一个人都能够继续更新 从事而来的信、望、爱 与大家同在 彼此代祷互相纪念 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 涉及到一封来信 这封信呢 来自于所谓的中国福音大会2020 会中有一个观点啊 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大家分享 并做出回应 他首先呢 谈到了对川普的看法 他们指控川普是代表 教权势力的 敌基督的势力 黑暗势力 崇拜川普的人 是在神话 川普 然后呢 这篇信息宣告呢 介绍了一篇 一个叫王牧师的讲章 谈到怎样在这样的教权势力的面前 我做出两点回应 第一关于事实 第二关于真理 事实问题 事实问题 有两大虚构 也可以说是谎言 第一川普如何代表了敌基督的教权势力呢 如果你指着他曾经访问过你所定义的敌基督国家 你可以把这个罪名加给所有的 有外事活动的任何的领导人 因为按你这个标准 现代国家的领袖不是极左就是极右 不仅如此 川普如何逼迫了教会呢 他自己正在受逼迫啊 而且他爱教会 捍卫教会聚会的权力高举圣经 当然他可能没有你那么所谓属灵的教会生活 但是他是一个在渐渐更新的弟兄啊 他所受到的逼迫 比你更像一位殉道士 从他执政以来 家族在他身上的各种审判妖魔化 不觉如理欲言 现在他几乎成了一个流亡的总统 从邪恶的推特感到邪恶的帕勒 尽无利罪之地 更让人难过和绝望的是 这些射向他的冷箭 奔向他的公牛和犬类 竟然有一部分恰恰来自你们这种教会主流 你们才是你们定义的教权势力吗 做人要诚实 不能颠倒黑白 难道连外邦人都不如吗 第二个事实错误 能有哪一位支持川普的真正的基督徒 是在崇拜川普呢 即便有人把他比作摩西和古列王 那又如何 你以为摩西和古列王是什么完人吗 这就出于你那种根深地阔的人本主义的恶俗神学 摩西的缺点多不多呀 古列王也一定是一个罪人 你又如何知道他不是呢 你没有证据吗 至于我 我是个牧师 我怎么可能崇拜川普呢 我可以称得上是他的圣经教师吧 圣经书从来都是魏大的给魏晓的祝福 雅各给法老祝福啊 雅各和耶色时代的那个法老 有那样的他们之间有那种关系 你 是崇拜 法老吗 事实虚构 是出于虚伪呢 还是出于无量 我现在说说真理上的问题 所谓要像尸体反一样的殉道 就必须 就必须 盛名充满 引用随度行传 六指七章相关的经文 我讲三个问题 三重谎言 三重虚构 第一 你训什么刀啊 川普这个教权给你训道的机会吗 他正在训道 你也配啊 在美国几十年了 你训什么道呢 你可以说习近平代表迪基督的势力 那是基本事实 拆毁教堂抓捕信徒 众判传导人 甚至拜登也类似 在加州封锁教堂 川普怎么拟了 你像川普训什么道呢 故作训道状 表演训道 这出于什么样的灵啊 第二 根据使徒行传 六指七章 所谓圣灵充满 并不是训道的前提条件 若是如此的话呢 一个方面 你训道跟你没有关系 是圣灵让你训道 逼你训道 你不得不训道 第二 你如果不训道 你不用怪我 我如果不训道 你不要怪我 因为圣灵没有充满我 这真是其有此理了 第三 回到圣经 使徒行传六指七章 加斯提法 圣灵充满 基本上可以分成四个方面 第一 好名声于圣灵充满 也可以理解为好行为于圣灵充满 行为于圣灵充满 第二 大有信心圣灵充满 信心于圣灵充满 第三 讲道于圣灵充满 第七章 长篇大论的讲道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长篇讲道 第四 讲完道的训道 训道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训道 行为 信心 讲道 训道 和圣灵充满 是共生的关系 共识 发生的关系 同在的关系 而不是圣灵充满 是我训道的前提 所以这样的讲道 会让很多人如坠无礼物中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所以做自体法 人们会问 那我怎么才能圣灵充满呢 没有答案 这种讲道实际上 说了等于白说 但也有一些进步了 进步是什么呢 这个基督教讲道 有两大流俗 指着 揪住灵恩派的 方言神迹的圣灵充满 然后讲自己 反对这一套 或者 永远是抓住 天主教的什么 行为诚意 然后吹嘘 音信诚意 我们受高了 现在开始讲 圣灵跟训道的关系 很好 但还是这样 你训了什么道 圣灵充满和训道的关系 是你讲的这种关系吗 救助灵命吧 这是第二大话题 第三 关于两部电视剧 有人让我做神学点评 第一大秦妇 答案大淫妇 大秦妇就是大宁妇 第二呢叫巡回检查组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到 也都在热播 我还真的认真看了几集 演员是好演员 当然充满了意识形态和不以为之反应未容的法治宣传 陈词滥调 但是在这之外呢 这部电视剧还真的是功夫在世外 它至少反应了 深刻的反应了 三种 政治恐惧 这是这个世代的恐惧 是习近平的恐惧 是中国赵家人政治精英的恐惧 是中国模式 中国崛起必然存在的 默示论恐惧 第一 恶人被审判的恐惧 面对教会面对正义 必有的恐惧 圣经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这恐惧是什么呢 怎么去消除呢 那就是恶人先告状 或者恶人先当审判官 他成了检察官的化身 他成了审判官的化身 圣经说女人的后裔要伤 十的头十的后裔怎样恶人先告状呢 他先砍了施洗约翰的头 同出一礼 第二个恐惧 政治经营对企业精英 暴君对大科技公司夺权 颠覆秩序的恐惧 所以这个电视剧里面那个黑社会老大 是一个企业家 是马云 我想川普 在美国遭遇 主流媒体大科技公司的这种霸凌 震撼了全世界很多个国家的领袖 在中国 暴君和奸商的蜜月结束了 但是科技公司是否会蚕食 制装甚至颠覆政权 这种深刻的恐惧 正在于习近平的初心 与时俱进 与日增长 第三个恐惧 血仇的恐惧 中国模式建立在千万家人 累累白骨之上 这就是强奸 是强国的根基是强奸 每一座城市每一个街道 每一个工地下面 埋葬着千万冤魂 正如 哑巴的雪在地里向上哀哭 赵家人 必有 这样的恐惧 那就是流人血的 血啊 必被人流 所以这个电视剧里面 被强迁的孤儿院 那些孩子们 成了 向中国 摩世 复仇的力量 它展示了整个一代 中国地的利益基层 从心底里面 发出来的 滤滤 寒气 而夜不能寐 悔改 是唯一 进入平安的出路 最后一个问题 有一封来信 我想这封来信呢 很有代表性 就是谈到了 美国大写 特别是最近 几天发生的事件之后 给他造成的那种绝望 这种绝望 不仅从美国来的 也包括从 他所在的国家 和美国 左派势力的合唱 他说我们好不容易逃到了西方 现在我们去哪里 我做出三点回应吧 第一 现在 在这个至暗的时刻 圣经 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力量的源泉 唯一的安危 并且能够带领我们 走出死因的幽谷 无论世界怎样的黑暗 令人绝望 它更是圣经所 誠实记录的世界 首先 它正是基督要进入的世界 这个世界一直是 定死基督的世界 第二 它必然是耶稣要复临的世界 要审判的世界 所以去读圣经吧 越是在这个时候 坚持主日的生活 而圣经 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必能带领我们 到可安歇的水边 第二 我们必须正式显示 不能逃避 不能再吸收 像林武的这样的 勇敢是勇敢 所虚构的那种 还有什么大招的前景 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 实际上我们已经得圣了 我们 只是要正式现实的绝境 才能够胜了又胜 要纵身一跃 要到下一站去 因为 如果我们不起来 离开现在的这种绝境 这种被悲伤的 绝望的 负面的情欲所主宰的处境 我要告诉大家 魔鬼会用这个沼泽 彻底的淹死我们的 我们出不去了 我们离不开了 我们会死在这里的 圣经说主耶稣圣过了这个世界 这什么意思 至少有这样的含义 就是不要让世界胜过我们 不要让环境胜过我们 不要让它做我们的王 我们必须踏碎它 离开它 脚踏下去红海就开了 必须今夜就启程 第三呢 我们要学约书下 熟一熟我们走过来的 过云南和踏过的石头 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出去 我们能走向圣灰 1989年6月4日凌晨 我离开天安门的时候 我就哭了 一切都晚了 我们失败了 但没有 后面因为认识主 或者更被 更可以说被主认识的 更长的岁月当中 原来我们还有如此灿烂的前程 我们还有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相信 2021年1月6日之后 神必与我们 同在 当然 我们需要 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个功课了 什么功课 就是认罪悔改的功课 这些日子我们为川普祷告 就像以前我们为香港祷告 其实我一直在提一个建议 这种求胜的祷告 应该与之平行的一个真理是什么 就是披马蒙回认罪悔改的祷告 为什么最悔改 至少是偶像崇拜 香港人军中有那种偶像 幽灵般的偶像 而美国和香港 支持川普的人当中也有 那就是三大偶像 制度偶像 精英偶像 人的偶像 人文主义 人本主义的偶像 现在实际上我们在哪里 我们到了爱城 我们要悔改 要消灭我们里面的牙盖 我们相信神的信实 神说我的百姓若披马蒙回 我就会来医治他们 川普赢了 川普赢了 因为他 不像法老 言败 但是我们要获得更多的胜利 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 所以今夜 我们要听见主说 你愿意痊愈吗 愿我们都在主面前说主啊 我们愿意 阿们 阿们